在現在的主題呢,就是講到耶穌為我們承擔罪的懲罰,我們才能得救 我們之前講了以賽書53章5節,講到耶穌為我們過犯受害,為我們罪孽壓傷而卸罪 然後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到平安,講到整個人得到心靈的平安和整體的平安 整個人的完整,Shalom,一個完整的生命 耶穌卸罪,給我們平安和完整的生命,帶來醫治 然後比德前書2章24節,講到祂擔當我們的罪孽 不然後書5章21節,講到耶穌為我們成為了罪,而我們就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所以我們就在神裡面變得好像耶穌那麼美麗 以賽書61章10節,講到我恩耶和我大大歡喜,我要靠神,恩神快樂 靠神快樂,因為祂以拯救為以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帶上華觀,又像新婦配戴裝飾 就是耶穌叫我們能夠有一個很尊貴的身份,好像新郎新娘那麼尊貴 那麼美麗,有一個很美麗的,在神面前變得很美麗,好像新郎新娘那麼美麗 而我們這次就看加勒太書3章13節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奏助,原文是成了奏助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奏助 因為經常記著,凡掛在木頭上的都事被奏助的 那麼這裏是講到耶穌為我們成奏的,除了是承受罪 也都是承受一切的律法的奏助 所有的奏助都落在祂身上 那麼,而祂用的字眼就不只是受了奏助 其實是成了奏助 因為翻譯磨合本的人就覺得好像,可能太嚴重了 耶穌成為奏助,太嚴重了 所以祂就將它變成了受了奏助 但其實成了奏助是更加完整的 即是說,在後書5章11節就說到祂成為了罪 祂變成了罪 然後這裏就說到祂成為了奏助 祂成為了奏助,祂成為奏助的化身 一切的奏助都在祂身上 一切的奏助都在耶穌裏面得到解決 那我們就脫離律法的奏助了 那律法的奏助是什麼呢?因為我們有罪嘛 那律法就會奏助我們說我們有罪呀,有問題呀 但是現在呢,律法就不再能夠奏助我們了 不再能夠控訴我們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受了一切的奏助 那呢,關於奏助這件事呢 有很多人是很害怕,很懼怕 也有很多人呢,就跟我說呢,就怕自己被奏助 就有很多人呢,他有時候說,哎呀,不知怕一些毛術呀 的奏助 嗯,其實呢,在耶穌裏面真的我們不需要怕任何的奏助 但是也有頗多人呢,是很怕,嗯,很怕奏助 很怕呢,就是,嗯,就是那些奏助落在他們身上 有時候有些事情發生呢,他們又會怕別人 不知是否用毛術呀,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在耶穌裏面呢,其實我們真的呢 是完全的不需要懼怕 完全是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成為了奏助 救我們脫離一切的奏助 所以呢,我們一切的奏助呢,我們不再需要懼怕 我們可以剛強壯膽 耶穌也說到,他說呢 他賜給我們權並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就是呢,耶穌已經給我們權去踐踏蛇和蝶子 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當我們在耶穌裏面,我們聽耶穌說 親近耶穌,信從耶穌,不要有破口 不要給罪,給魔鬼留地步 有罪的時候,我們就求主射臉 我們又真是刻意的處理罪的時候呢 我們任何的奏助都不需要怕的 那我們的心裡面呢,就可以非常之清省了 非常之自由,興省,喜樂 是完全不需要怕任何的奏助,任何的攻擊 侵犯我們,害我們 那但是依然呢,在一些靈欣的圈子 有時候他們很強調魔鬼的作為 很強調魔鬼的作為的時候呢 很強調魔鬼的作為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就是有時候說的話令到人很害怕 會不會得到奏助呢 那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就是真的知道 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的奏助 也有好幾次有些人找我,就是他怕有人奏助他 那我就告訴他,你真心愛神和耶穌有親密的關係呢 處理生命,就沒有奏助可以臨到我們身上 沒有攻擊可以臨到我們身上 因為耶穌說,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只要我們是和神有好的關係和處理生命 那有些人說,那人總有一些破口的 那有破口就是求主赦免 就是知道罪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的 我們就求主赦免和我們刻意去處理 那樣的時候呢,就完全不需要怕任何的奏助 那我都認識有些人呢,他們是 就是有時候試過跟我說,他說你這樣去 宣教會奏助,或者有沾染啊 那我真的覺得呢,這種的教導呢 是令到很多人很害怕的 令到很多人很擔心,就是呢 他們非常之強烈地誇大了魔鬼的作為 也都有些教會說,我們現在不再為人按手祈禱 因為怕沾染 那我真的覺得呢,就是把魔鬼的奏助 魔鬼的權勢誇大了 我們應該是真是深信神的大恩大愛 而我們最重要就是堅立和神關和處理生命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他們只是強調就是 去祈禱去攻擊魔鬼 就不是想著怎樣堵住破口 就是我們任何的罪啊,負面思想啊 情緒啊,競爭啊 搶羊啊,就是在侍奉裡面搶羊 為了要達到效果啊 這些都是會被魔鬼留地補的 而我們心裡面相信神的大恩大愛的得性 我們不需要有任何對魔鬼的懼怕 OK,那這個就是我們知道 原來耶穌是救外脫離奏助 我們就不需要再給這些影響了 OK,好,有沒有人有任何東西想問 或者是想回應的 OK,如果沒有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去下一點了 可能在我們中間,可能有些人都沒什麼接觸到 有些人是很,很,常常都,好像注目在那些就作啊 攻擊啊,就是有些群體他們真的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在有些靈欣圈子裡面,很多時候都很誇大魔鬼的作為 很誇大,攻擊啊 就... 比如他們就會說那些平信徒就不要按手了 免得呢,一會兒又沾染就更多麻煩,又要跟他清理 那我來說就是,我就是教他跟神有親密關係去處理生命 那當他走上神的路的時候,魔鬼是不會攻擊的 而且耶穌的心意是所有信的人都會為人按手祈禱 因為信的人都有神跡除了他們 奉耶穌的名管鬼,還有手按病人,病人做一些好力 就是耶穌的心意來的嘛 那為什麼會去怕魔鬼的沾染 而去不遵從耶穌所吩咐呢? 但是我是知道有些群體,他們是不想的 只是他們的同工才可以為人按手,其他人是不可以按手 那我自己就覺得呢,其實按手是可以 就是使用聖年充滿和按手可以成為 建立一群精兵,這群精兵是給神大大的使用的 那這個是,希望我們都在心裡面不懼怕任何的攻擊 不懼怕任何魔鬼的作為 只要我們親近神處理生命,我們就不需要擔心了 好,現在我們停一停,然後我們就會進入下一個大點 OK,下一個大點就是第八點 怎樣幫助人肯定他們是重生得救和有聖靈的內住 也都學習留意聖靈的運作 就是說我們怎樣可以清楚自己得救和重生有聖靈內住 有聖靈的運作 那麼 兩樣,就是我簡單把這個教導總括一下 就是說我們悔改真心信耶穌,真心悔改 想耶穌赦免也都憎恨罪離開罪 就是不會說留戀在罪中,我們悔改真是知道罪的可怕性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就必然得救的,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他們就不肯定 我是不是有神的內住呢? 是不是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呢? 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呢? 就是不太肯定了 所以這裡下半部就講到聖靈內住的彰顯 聖靈內住有什麼彰顯呢? 就是會有聖靈繼續叫我們知罪 為罪,為二位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還有聖靈會感動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 如果我們仍然有這些果子呢? 就是繼續悔改,知道有罪 繼續想耶穌赦免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就證明我們有聖靈的內住 就是一個人如果他沒有同神的關係呢? 他就會犯罪,覺得不重要 另外呢,就是他不會這麼捉緊耶穌的救恩 那時候呢,他就是,他是熟靈生命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的心裏面,就是不是只是口說 而是他心裏面呢,真是,他很想耶穌赦免他 他知道自己有罪,他知道自己有污衛 他知道罪的可怕性 他很想耶穌赦免他 這樣的話呢,他是得救的 就是他有這些的表現 我們也曾經有講過另外的就是六樣的果子 那六樣的果子呢,就是那個結出的果子出來 就是這件事也證明這個人真的有熟靈的生命 那我想再講清楚一點 悔改信耶穌,真心悔改信耶穌就得救 然後那個人,怎樣知道有聖靈內住呢? 就是聖靈會感動他,叫他知罪和信靠耶穌 有聖靈的推動力他去改變 那這個就證明他有聖靈的內住 他有聖靈的內住,他有得救的 有得救之後他會有六樣的果子 就是我們曾經說過的就是他會繼續悔改,繼續信靠耶穌 他會租親近神,愛神,遵從神和侍奉神 這個是他生命上的果子 但是他裡面,他怎麼知道聖靈內住呢? 就是說他會犯罪覺得不舒服 還有呢,聖靈會感動他信主 也會有聖靈的果子,證明他有聖靈的內住 有聖靈的內住,他就得救了 所以首先我們講到得救的方法 先就是悔改和信主 聖經是很清楚講到的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有沒有人想讀? 我已經放在你的WhatsApp那裡了 你可以讀那個 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可以讀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使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OK,好,謝謝 那麼這裡講到呢 我們認自己的罪 我們承認我們的罪 這個認罪當然也包括 就是說我知道我有罪 我承認我有罪 我知道罪的可怕性 我想耶穌赦免我 那麼跟著他講到 神的兩樣的屬性 祂的信實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使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為什麼要加上這個信實和公義呢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信實和公義 和它卸罪有什麼關係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 我覺得如果沒有了 假設沒有說信實 也沒有說公義 就說射我們的罪 那就好像不知道標準是這樣射 對 信實就是可靠的 信實就是可靠的 它照它應去做的 公義就是公平的 它都是聖結和公平的 那你覺得這兩樣質素 和它卸免我們的罪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神對每一個人 都不會偏待人的 所以它會用它的眼光 和它的標準 去幫助我們 去祝福我們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因為射免是需要有一個錯誤 或者一個罪出來才會有的 但是那什麼形態的罪 才叫做犯罪呢 那是神的標準 因為神看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他讀身定做 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的 但是一定要用神的標準 才可以衡量到這個人 是不是有罪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OK 你說到標準 這個兩個字 哪個是標準呢 就是這裡的重點 是射罪 和這個標準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從經文去找答案 從經文去找答案 OK 有沒有人想說 其實不是很深的 是不是不義 那字 就是神愛世人 他射免我們的不義 你就這樣看回 你看回這個經文的字眼 信實 公義 只是這兩個字 和射罪有什麼關係 就是不要想得太深 我想大家就是識經的 從這個經文的意思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和他射罪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是信 他這裡說他是信實 就是我們如果認我們的罪 那他是信實可靠的嘛 那他就是一定是捨免我們的罪 就是不會說 他這次 不會說我認我自己的罪 這次他就捨免你 下次他就捨免你 因為他是信實的 他講到 不就是若認自己的罪 他就捨免我們 嗯哼 對了 是 你答得好 好 那公義呢 其實我是在這個過程上 大家思想 從經文去找答案 OK 那我現在我自己講出的答案 我mies兒而且他 1919 尋 years 信實呢 就是這正確的 我的意思是 神現在答應過他會做 神 Inicia 就是说我们认自己的罪,认我们自己的罪 信靠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赎罪了 他答应我们,我们认罪,神就赦免了,他答应了 所以他就会照着他应许去做,他就是信实的 所以他说了赦免一定赦免 就是这么简单,我再说一次 因为神说了,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神是会赦免我们的 所以神是信实,他照着他应许做事 所以当我们悔改,他就会赦免了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神是信神可靠的 那我用一个比喻,在我... 我这次先没有传到这个图,因为我的图是改变了的 看一看,这个图有两个经文 然后下面有一个灯弹 好像灯弹会跟从灯制而发光 神是按照他的应许做事 就是说呢,当我们开灯的时候 灯是会跟从这个电线 就是说那个开个键 我们开个键,灯就会开灯的了 那神答应了的事,我们跟着去做呢 神就会赦免我们了 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开灯 每一次我们开灯的时候 不需要说,今次不知道灯是否想开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的 神里面也是一样的 神当我们真心悔改,我们真心想耶稣赦免我们 当然这个都是包括在内的,包括背改 就是有信靠耶稣的赦罪和救恩的时候 神是信实的,祂一定会赦免 那我们就可以肯定 就是无论我们犯了几大的罪 譬如有一天,某个原因,我们犯了很严重的罪 非常严重的 可能那时候会觉得很内疚 非常之觉得,神会不会接纳我呢?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捉这个英雄 就是说我们是信实的,祂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好了,第二点就是公义,为什么公义呢? 就是说,神赦免我们是否公平的呢? 是不是按照祂的公义的准则呢? 那我们为什么知道是公义呢?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罪 以及成为了咒座 祂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的时候 神赦免我们就是公平 就是如果我用普通说话的方式是公平交易 为什么公平交易呢? 耶稣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不再欠律法任何东西了 那所以呢,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 是公平的,已经付了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是得到赦罪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这个罪的代价 OK,那有没有问题呢? 关于这方面,就是为什么要加上神是信实是公义呢? 或者有没有人想重复说回我刚刚说的东西 因为我想明确你们去明白 有没有人想去试试去重复解释这件事 为什么是信实是公义? 好,我先试试一下 是的 OK,好 这个经文本身就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一起不宜 因为神给了这麽大的影响我们 所以呢,而这个影响的根据呢 确据就是因为耶稣釘十字架 祂用祂的生命去付出代价 所以呢,他这个信实是一个公平的兑换 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一个待罪的羔羊,令到我们是无罪的 这样的意思是吧? 对不对? 是的 是,很好 那这个是公平 这个是公平和这个信实和公平呢 你就一起说了 你可不可以把它分开来说呢? 分开来说就是 它是信实的 和它是公平的,公义的 为什么它是信实,为什么是公义? 它是信实的呢?就是因为 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的承诺 和我们立的承诺 这么说,对不对? 是的 那于是什么呢? 他给我们承诺,于是什么呢? 于是他就派了耶稣基督 道成钢势为人 为我们钉十字架 而他付出了一个代价的时候 神就将这个公平的交易 这个待罪羔羊的代价 是换来我们的自由 和我们的卸罪 我们将来会有天堂永世 因为耶稣付了代价 这个就是公义 这个公义 就不是说到信实 信实是什么呢? 信实就是答应了会做 是的,没错 所以神是信实的 他答应了会做 和是公平的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罪的代价 所以耶稣赏灭我们的罪 是信实的 他是必然这样做的 和是公平的 OK,非常好 非常好,多谢你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 我想更正一下 以前我都曾经说过一次 就是耶稣道成肉身 那我就想提醒大家 圣经呢 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一章 是说道成了肉身 不是耶稣道成肉身 那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在佛教观念 和异教观念 就会说有个神仙 有个佛 道成了肉身 他的道不是我们圣经的道 圣经的道呢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 道受是神 道的原文就是Logos 就是将神彰显出来 神的道彰显出来 就是耶稣 那就是耶稣 他就是道 道呢 是个名词 道成为了肉身 而在佛教 和有些异教观念 就是 有个神仙 有个佛 道成了肉身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道日如年 那个道 他呢 就变成了肉身 那我们呢 就不要说耶稣 道成肉身 就是好像耶稣 就好像 那些神仙那样 那经文是说道 道 神的道成为了肉身 大家拿不拿到意思? 你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说 我们是说 道 神的道成了肉身 这个是 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 不是说耶稣 道成肉身 就是不是那种 他们说到 神仙道成肉身 那种道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以后说 就是道成了肉身 或者神成为了肉身 OK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 下一点就是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 对 那这里呢 这个经文有解释 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从这个经文 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大家试一回答 从经文 是什么意思 那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 信耶稣 大家要看着这个经文 我已经在WhatsApp传了 信耶稣 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告诉我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接待他的人 是啊 没错 非常好 非常之简单 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 真的我试过问个不同人 用这个经文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是 很久都回答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不是看经文 他不是从经文去回答 他是 冷地去想 用其他方法去回答 那我就希望大家习惯 用经文回答 那这个经文就是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明的人 接待就是信 OK 那接待和 接待是信耶稣 接待就是receive 就是说呢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在 在以前的 就是圣经的时代 他们接待人 接待软人 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接待他去他家里的了 现在香港来说 这个事情 就好像 一样比较难的事情 就是因为香港的地方很擠逼 所以呢 所以呢 接待人呢 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 第一会觉得困难 以及接待的意思 就不是接待他来家里 是接待他 然后带他去酒店 他住在酒店那里 和以前是不同的 以前那些屋 应该通常都大些 因为人比较少些 所以呢 接待人 就是接待他回到家里 招呼他 照顾他 这个就是接待了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信耶稣的意思呢 就是呢 接待耶稣啊 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接待耶稣 成为我们的救主和主人 这个和有很多人说到 信耶稣的观念是有不同的 有些人呢 他呢 是会 他说我信耶稣 我信啊 但是他信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以前是信佛的 我现在呢 不同了 我现在信了耶稣了 那就是好像呢 就是总之我心里面 我心信就可以了 我 总之我是 觉得信耶稣对的 总之你问我是不是信耶稣 我是信耶稣 那他就觉得他是信了 就是一个信念啊 信念 信念 信念和接待是不同的 比如一个信念 信念 信念 会不会 改变人呢 有些信念 有些信念 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大家 你相信有北极啊 大家相信不相信啊 你可以回答我 是不是 一本手 OK 那你相信北极 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就是 就是会不会说 你信北极呢 你就会跟着呢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会不会有改变啊 不会 是不会啊 所以信北极呢 是并不会改变生命 就是呢 只是一个信念而已 而很多人就以为信耶稣就是这样 就是我 我以前我信佛 我现在信了耶稣了 我信耶稣 我觉得耶稣好的 我就信他了 那这个呢 就并不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接待 圣经讲到就是 就是接待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们的主人 那所以这里讲到呢 就是 凡是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呢 他就赐给他们的权柄 作神的儿女 就是 接待耶稣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们的主人呢 这个人呢 就是真信耶稣了 那他呢 就会得着永生了 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那所以 根据以上的经文就是说呢 我们真心认罪 以及接待耶稣呢 就 神就 赦免我们的罪 接受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那我们还有 CB51篇17节 神所要的罪就是 忧伤的灵神 忧伤痛苦的心 你必不兴悍 这个经文呢 其实更加解释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认自己的罪 我想大家去从 CB51篇17节 告诉我们 认自己的罪 从CB51篇17节 是包含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想回答 因为有些人呢 他认为 我认罪了 我认吧 你认不认 我认吧 比如在法庭 法官问 你认不认罪 我认的 OK 那法官判罪了 但是这种认罪 和圣经所说的认罪 有没有分别 根据CB51篇17节 有没有人回答 CB51篇那个呢 就是说你真心悔改 OK 那你形容清楚 什么叫真心悔改 根据CB51篇17节 那里面就说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寒 就是说 如果真是承认自己的罪呢 是真的觉得自己之前做错的 那这个会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之前做错 就是可能就会 内疚啊 挟救啊 傷心啊 很想求原谅啊 这一种 就不是就这样口说的 是的 没错 非常好 就是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认罪的时候呢 不仅是我认罪 而是说呢 我真是为了我所犯的罪 我心里是 是觉得呢 是觉得呢 是很不好的 那就是忧伤 就是说 我们认罪的时候呢 是真心的承认我们的罪 知道我们 我们的罪的可怕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 忧伤 一个伤心 我真是很不对 有伤心的感觉 还有呢 痛悔了 是心里面 是非常之痛恨这个罪悔改 还有有时法庭上 有些人呢 他们认罪是很不同的 法庭上认罪 有时有些人 他并不是很痛悔的 不过他只是说 我承认 我是犯了罪 所以这个和圣经所说 是有不同的 当我们这样真心痛悔 真心的 为到我们的罪而忧伤的时候呢 神是很喜悦的 忧伤痛悔的心 他必不轻悍 他不会轻悍的 他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ok 好 那么就 接着下面的经文 就讲到 一个人得救之后 他会有圣灵的改变 圣灵给他的改变 因为呢 譬如有时有些人 曾经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他说我 我信耶稣 不过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是否真的得救 我不太肯定 因为我怕我是否真的信耶稣 信得够清楚 我不知道 那么以下的经文 就是帮助他的 以下的经文是帮助他的 以下的经文是帮助他的 因为这个经文是说到什么呢 就是说他会有圣灵的感动 叫他知罪 还有圣灵的感动 叫他信靠耶稣 还有我再加一个 就是会有圣灵的果子 就是会有人爱喜乐和平 人爱喜乐和平 这些就是果子 就证明圣灵在他心中做工 证明他真的有圣灵的耐住 有圣灵的耐住 他就得救的 那么 第一个经文就是 有行福音16章8节 卡记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就是圣灵来到 就会叫人为罪 为疑 为审判 自己会里面自己责备 就证明他有圣灵来住 就是说他会在他心中 为到他 这三样东西 我想问大家 为什么为罪为义 为审判这三样东西 责备自己 有没有人可以 说一下呢 为什么有这三样东西呢 怎样 我说两样 我试试 OK 为罪呢 就是圣灵会 告诉你 圣灵会 让你觉得 你做了这件事 是不对的 就是犯了罪 就是 怒人 怒人 是很愤怒的 又或者是大声骂人 举例 那 其实 都会觉得自己不对 这个就是圣灵 提醒你这件事是罪 为义呢 那个义就是 不遵守 那个义就是 完全遵循神的律法 嗯 那如果 遵循的话呢 嗯 譬如 那个律法是 要爱 爱人 那如果我们没有 很冷漠 那 其实圣灵又会 提我们的 嗯 是的 OK 很好 那就是说呢 第一呢 就是圣灵会 提我们有犯过的罪 第二呢 就是提我们 二呢 就是 嗯 我们应该遵从的 就是神的律法 他就会提我们 我们应该遵从什么 还有我们没有做到什么 那 为什么有个二呢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为罪 就是说 圣灵会给我们知道 我们的罪 第二呢 那第二呢 就是给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做什么 二就是 二的意思就是 遵从律法 我们应该遵从律法 还有呢 或者我们没有遵从到律法 圣灵呢 就会提到 那第三样呢 就是审判 你还可不可以说下去 为什么 就是到底圣灵会提我们 审判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都是颇直接的 嗯 嗯 我没有很清楚 审判 怎么解 不如我试一下 审判 是耶稣在来的时候 嗯 你 就是自己 有没有做错事 嗯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 和那个 罪是差不多 所以我就 很识解第三点 OK OK 其实他意思就是 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会接受审判 就是这么简单 圣灵会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 我们所做的事 会接受审判的 我们所犯的罪 要接受审判的 就叫人去悔改 这样 你明白吗 那你明白吗 明白 是不是要纪念这个审判 就是说我们时刻 要纪念这个审判 在里面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提醒自己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里是说到 圣灵提醒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面对审判 是不是纪念审判 就是 也都可以这样说的 就是我们会记住有审判 那圣灵会提醒我们 我们会有审判的 那他的 其实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 圣灵会为到 叫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审判 就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需要面对审判的 我们是没有得逃避的 是我们一定要面对审判的 那就叫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得逃避的 OK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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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喂? 是,大家聽到嗎? 聽到。 OK,好。 好,大家可否回應? 為何是自己雜備自己呢? 你按, 有什麼重要性呢? 為何是自己雜備自己呢? 因為耶穌釘了十字架,負了代價 OK,這個是你用其他經文去解釋這句話 就不是解釋這句話 我是想你解釋這句話 為何是會自己雜備自己 一方面就是問大家 自己雜備自己是什麼意思呢? 第二,為何會自己雜備自己呢? 是我們單純用這個經文去找答案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習慣 一個識經的習慣 就是從經文找出答案 也都看經文的時候去問自己 為何是自己雜備自己呢? 有什麼人想說呢? 有什麼人想說呢? 我想這意思是真正去知罪 就是不只是在十年前認自己有罪 你真的知道自己有罪 所以就自己雜備自己 還有會不會都是一個提醒 因為在十年前認自己的行為 是因為做到聖避 如果你也有罪 那裡的線路 如果是要遇上聖避的地方 如果你也有罪 那裡的線路 如果是要靠聖避的能力 有没有人想回答? 其实我给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自己习惫自己呢? 人的灵是属于神的嘛,如果真的犯了罪,其实自己的灵魂都会不开心的嘛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是不喜欢罪的 所以心里会有一个抵抗的挣扎在里面 但是我们在肉体的时候就不知道有这件事嘛 如果我们接待了耶稣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时差提醒自己是属于耶稣的 所以就会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这件事 如果说良心我就很难说嘛,不明白 因为我自己都,你说不要用识经,不要跳经文嘛 所以我觉得是要看清楚我们的忧伤的灵 这个灵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嘛 痛苦的心都是出于我们属于神的灵 所发出的一些感受和一个行为或者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的,好,谢谢你 郑先生,其实你有说到的 就是说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的里面那个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 就会叫我们有这个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说圣灵来到 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作为 他就会跟我们的人联合 配合在一起 就会在我们里面有更新改变 正如圣经也说到 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 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说当一个人真信主的时候 他是会他的立心去做一件事 都是神在里面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神和人合一 合一去到的程度 我们是会立心去做一件事 神都会是神做功的 而这里也是说到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就是说什么呢 圣灵来到 他就会叫人在他里面 自己会有一种改变 就是跟神的心合一 因为神是想他知罪 那神感动了他 他自己就会知罪了 他自己会自己责备自己为到他的罪 还有公义 他因为没有行到的公义 或者他应该要做什么的公义 还有为到审判 他知道将来要面对审判 他就会因为他的灵被神更新了 所以一个更新的灵 就会去自己责备自己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就是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合一 这个教导 就是弗洛比书2章13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 就是他的美意 就是我们立心去做 比如立心悔改 就是神在他们运行 运行到我们真是得救的人 就会里面自己都会想遵从神的 自己就会立心去做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是神感动我们去做的 而这里知罪也是一样的 这个原因就是 就像高林多前书6章17节所说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就是我们与神成为一灵 神就可以透过我们说话 透过我们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而这里就是说到 我们自己里面有这个更新的生命 我们自己会责备自己 这个就是证明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就是我们是有圣灵来住 我们是得救的人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为什么有个自己责备自己 加上去 就是我们去想 就是反复思想 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 为什么不是圣灵责备我们呢 就是比如他说 圣灵来到 就为到我们的罪意和审判 责备我们 那就容易明白了 但是这里就不是说到 圣灵责备我们 是来到叫我们为到罪 为到意为审判 就是自己来责备自己 就是因为他更新了生命 圣灵呢 就是圣灵更新这个人 这个人就会自己为到他的罪 而责备自己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在当人一信主那下会发生 或者是信了主之后 都会继续发生的 有没有问题呢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 就是用这个经文的内容 去达到的结论 和弗洛比书2章13节 哥伦多前书6章17节 所说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运行是同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 是一个重新的基督徒 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运行 以至我们 觉得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但其实是圣灵感动我们 但我们又真的有决定 我们又真的有责备自己 真的有责备自己的 但是圣灵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会责备自己 是两样一起的 就是神又做功 我们又会自己 有这个改变的 大家明白吗 有没有回应 就是刚刚我所解释的 明白 昨天我姐妹她说 她有一个 有一个棘位 是未冲破的 她就说最近她又冲破了 她就说 我说是否你很靠近神 所以这样 她说不是 我一向都很靠近神 就是其实她是整天祈祷 然后她说 她觉得是因为她 突然想通了 就无关是否靠近神 因为她一向都是 天天祈祷很靠近神的 这样 这样可不可以说是 她一方面是她自己 心打开了 而另一方面是 圣灵感动了她 不过她不知道 就是 不知道 你说她想通了什么 她想通了解开了结 是什么结 那个结 譬如是 她以前 会和人比较 所以就不开心 那又不想 神 就是 处理她这件事 但是最近 她又 想通了 就是这样 就不用比较 就会开心一点 嗯 是 这个过程 其实 亦都是 神一直 在她里面感动 以至 她自己责备 自己 不要这样做 我要改变 这样 最后她听话 她就改变了 明白 有时候她不知道 是圣灵一直在工作 但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圣灵提醒我们 她也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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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